另外看到花莲连续的强震也震跑了观光旅客 而南区观光产业更是门可罗雀 那么在瑞税乡一家温泉度假庄园 则是率先发起震灾自救振兴方案 只要是地震的受灾户 或是花莲县境内机关学校团体 前来泡汤住宿都提供各项的打折优惠 要借此来推动善的循环经济 花莲南北辖长距离超过百公里 四月份的强震南花莲灾矿少 一切平安 户外缴水的小朋友安心放心的泡汤 是地震吗 有没有吓到你 有啊 我家的那个地板都裂开了 那安不安全现在呢 安全 很安全 这里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最好玩的 最好玩的地方 虎犬安全 虎犬安全 然后呢在虎犬温泉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下水道跟泡温泉 这边很好玩又很安全 四月份花莲连续几波的强震灾 害下跑各邦的观光旅客 受灾并未显著的南花莲 观光产业也同样受害 温泉泡汤旅宿体验游城 退丁浪潮延续到下半年度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业者能够兴起自立救济 那当然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抛砖引玉 首先带领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员工 尤其像我们这边有三四十个员工需要养 大家也都是负责家中生计的重要的经济承担者 那我们不能让这些员工失业 我们不能停等 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拼命的自我修正建设 那也希望做好更好的准备来迎接客人放心的到来 天柱自住者瑞瑟湘这一家温泉度假庄园 除了是开放在地学校户外教学 所以这也特别发起震灾自救振兴方案 举办地震受灾户或者花林县境内机关学校团体 前来泡堂住宿 再次开办研习讲座 卸试验或者户外教学 都会提供各项打折优惠 让大家能够启动各行各业善的循环 这是我想努力的 所以也希望各位民众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服务大家 也能够创造花莲 自己自我复苏的能力 不要去跟重灾区的灾民 想这个国家分配震灾的资源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田子安排 温泉度假庄园 执行长林千苗发挥企业责任 推动震灾自救振兴方案 推动善的循环 让大家同舟共济 起身振兴花莲的观光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导 Буд兴یں修廓 后带来订阅